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 是世界遭受了百年一遇的公共卫生危机 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也改变了我们的轨迹 作为科学家 我们坚信 唯有科学 才能使人类免于新冠灾难 新冠疫情的发展 活生生地证明了我的观点 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但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科学 唯有科学 才能使人类免于灾难 作为一个中国的科学家 我希望我们的新冠特效药 能够汇集全球 这是我们的担当 大家好 很高兴 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 新冠疫情 使世界 遭受了百年一遇的公共卫生危机 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也改变了我们的轨迹 作为科学家 我们坚信 科学 唯有科学 才能使人类免于新冠灾难 今天 我想与大家分享 我们研制 新冠特效药的工作 这 得益于 生命科学 日新月异的 发展 让我来回顾一下 近代 生物学的简史 提到生物学的历史 就不能不提达尔文 它的物种起源 撕掉了生命的神学面纱 奠定了以物净天则 逝者生存为核心的进化论 人类并非神造 生命始于进化 与达尔文同时代的孟德尔 揭示了遗传法则 可惜直到他去世以后 人们才意识到他的伟大 不久前 我有幸参观了 孟德尔曾经工作过的修道院 这就是他当年 做实验的豌豆田 通过这个实验 他证明 每个豌豆 有两个等位基因 分别来自于上一代 我们现在知道 人类 也有类似等位基因 在人体细胞的细胞核里 有46条染色体 23条来自于父亲 23条来自于母亲 染色体的主要成分 是遗传物质 DNA 20世纪 最伟大的 生物学发现 是Watson和Krig的 DNA双螺旋结构 DNA 有四种碱基 ATCG A与T配对 C与G配对 简单地说 碱基 ATCG的序列 决定了遗传信息 也就是基因 一个人体细胞 细胞合理的 23对染色体 共有 60亿对 碱基 它们的DNA序列 就是人类基因组 共包括两万个基因 2003年 人类基因组计划 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测序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当时耗资30亿美金 几年之后 又发生了新一代测序仪的技术革命 使得测序仪的价钱迅速下降 比半导体工业的指数衰减还快 现在要测一个人的基因组 只需要1000美金 一天内就可以完成 这一技术革命 带来了一系列 对生命过程的认知 比如 它进一步证明了 达尔文的进化论 人类并非神造 而是起源于非洲 新一代测序仪 也使得个体化医疗成为可能 也就是通过测定个人的基因组 来制定治疗和预防的个体化方案 自DNA发现以来 生物学的发展可以被概括为 在分子和细胞的水平上 来理解生命过程 生物学的发展 一直被技术革命所驱动 除了刚刚讲的DNA测序外 还有X1演射 冷冻电竞 还有很多其他的技术 那么按照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 DNA携带的遗传信息 用来在转路过程中 由转路酶产生信使RNA 然后在翻译过程中 由核糖体来生成蛋白质 蛋白质是由氨基酸 为基本单位的生物大分子 一共有20种氨基酸 它们手拉手地连接起来 形成链状大分子 然后折叠成蛋白质 那蛋白质的合成呢 是遵循遗传密码的 三个DNA碱基决定一个氨基酸 这里是20个氨基酸 对应的碱基序列 所以DNA的序列 与蛋白质的序列 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比如说抗体 就是一种蛋白质 它是抗体基因 通过转路和翻译的产物 其实转路和翻译 并不一定要在人体内进行 有了基因序列以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转路酶 和核糖体 在体外生产抗体蛋白 人类一直受到传染病的威胁 1918年的大流感 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传染病 短短两年时间 全球共计十亿人感染 近四千万人死亡 早在达尔文和孟德尔之前 人们就知道 集奶的女工不会得天花 英国医生琴娜 发现换过牛豆的女工 对天花免疫 于是第一次 为一个八岁的男孩 尝试接种疫苗 成功证明可以预防天花 最后人类依靠疫苗 终结了天花这个传染病 回到新冠肺炎 我们首先需要检测 有了新一代测试 中国科学家在几天内 就测出了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 并公诸于世 为检测和治疗奠定了基础 那米之下2003年 人类基因组完成的那一年 SARS爆发 SARS病毒的序列 是由一个加拿大的团队 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才测出来 第二是预防 目前很多新冠疫苗 已进入三期临床实验 看来疫苗成功在望 但疫苗只能取到预防的作用 第三是治疗 随着冬季来临 虽然国内病人已经寥寥无几 全球发病率再创新高 在全世界普遍接种有效疫苗之前 还会有大量新冠患者 他们急需的是特效药 然而目前可以说还没有特效药 但我今天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中和抗体将成为新冠特效药 什么是中和抗体呢 在化学上 酸来了 我们用碱来中和 而病毒来了 人体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 来阻止病毒感染细胞 中和抗体 是血浆疗法的有效成分 血浆疗法在临床上卓有成效 但供不应求 因为治疗一个病人需要1200毫升 多个康复期病人的血浆 那我们的目标 是在康复期病人的血液里 快速找到最好的中和抗体 在体外大量生产 作为药物 代替血浆 给病人注射 中和抗体 是一种大分子药物 与小分子药物相比 它的特异性好 副作用效 在抑制传染病上 有成功的先例 比如艾滋病 艾伯拉和中东呼吸中和症等 但问题是 找到这些中和抗体时间太长 采用的是单细胞克隆放大的方法 至少需要几个月 几年 新冠病毒 是RNA病毒 中国科学家在测出 它的DNA序列以后 迅速解除了 在新冠病毒表面的 冠状S蛋白的结构 它是一个三具体 灰色的 有三个受体结合域 RBD红色的 后来呢 中和科学家又阐明 它是如何在 人体的细胞膜上的 ACE2受体上 结合 寝入人体细胞 而我们的中和抗体 也就是这些浅蓝色的蛋白 可以结合到RBD上 阻止它们与ACE2的结合 使病毒不能再进入人体细胞 这个 是我们中和抗体冷冻电竞的结构 一个三具体上 有三个RBD 被三个中和抗体给覆盖 我们是怎么找到它呢 得知武汉封城的时候 我正在瑞士参加 德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作为北京 未来基因诊断高精尖创新中心的主任 我意识到 抗疫特别需要我们的专长 基因组学 于是马上 改签航班回京 曹云龙 去年刚从哈佛拿到博士学位 是唯一一个跟我从哈佛回到北大的人 当我们意识到 我们的专长单细胞基因组学 也许有可能 帮助找到最好的中和抗体的时候 我们非常兴奋 开始阅读文献 设计实验 四处借仪器和试剂 大家都十分给力 很快就万事俱备 2月2号 我们去了幼安医院 金院长跟我们见面后 立即同意合作 提供康复期病人的血样 并派了两位研究人员来我们中心 接受培训后 回到医院的P3实验室 与此同时 我们在北大 也夜以继日地工作 学中的中和抗体 种类繁多 直接去找它们 如同大海捞针 即使找到了 数量也微乎其微 我们要寻找的 是产生中和抗体的B细胞 血液中的一种免疫细胞 B细胞是在骨髓中产生的 它在承受过程中 金组是被重组的 由于这个发现 日本科学家 Tony Gawa 获得了诺贝尔奖 在这个染色体上 有三个区域VDJ V有40个相似但不同的序列 D有23个 J有6个 相当于VDJ三套牌 金组的重组 就像从这三套牌里 各抽出一张 这样可以产生 大量不同的抗体 除了VDJ重排 还有剪辑的点突变 最后使得DNA的序列 由种类多达 10的7次方到10的8次方种 为免疫系统提供了多样性 按照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 基因表达产生的 这个Y字形的抗体 好像两把钳子 用来捕捉抗原 这钳子的形状 和与抗原的结合强度呢 取决于 B细胞对应的DNA序列 这里我要强调 我们特别需要 高通量的单细胞测序技术 因为每个B细胞 通过VDJ 产生某一个特定的 抗体蛋白 神奇的是啊 这10的7次方 到10的8次方 不同种类的B细胞 在抗原来到之前 已经在血液中存在了 在这些B细胞的细胞膜上 有这种外形的 这种抗体蛋白 叫B细胞受体 BCR 但是这些细胞呢 都不分裂 那么一旦 某一种抗原 比如说 我们的新冠病毒 结合到某一个BCR上以后 这个细胞就得到一个信号 就开始分裂 一个变成两个 两个变成四个 然后这一种细胞呢 就得到负极 然后呢 一部分呢 就变成了僵细胞 那僵细胞 分泌抗体 也就是中和抗体 到血液里面 施展它的功能 另外一部分呢 变成记忆B细胞 回到骨髓 形成免疫的记忆 来防止这疾病再次发生 那我们感兴趣呢 是记忆B细胞 因为它们的细胞膜上 有BCR 我们可以用BCR 来分离它们 十年前 我的哈佛实验室 参与了 单细胞基因组学的 一个技术革命 这是新一代测序于 这个技术革命之后的 一个技术革命 我们发明了一种技术 叫Malbeck 简单地说 就是你给我一个人体细胞 我就告诉你 它的基因组 我的团队和 北一三院乔杰院长 还有北大的汤姆仇教授的 团队合作 把这个技术 拥有于试管婴儿植入前的 致病遗传基因的 精准筛查 迄今为止 我们的技术 已为中国上千个家庭 成功避免了 单基因遗传疾病的 后代传递 那我们用类似的单细胞测试技术 来测量单个B细胞的DNA序列 在一个康复器病人的血液里 这六个B细胞 有着相同的VDJ的序列 这说明它们来自同一个 母细胞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种系列的B细胞 被激活和负极了 那我们的假设是 那我们的假设是 某种基因系列的B细胞 被负极的程度越高 它就越可能产生有效的中和抗体 那我们就在这体外 利用这个序列来生产这个抗体 然后验证它有没有中和活性 这样呢 在第一个病人身上 我们就找到了一个 有活性的中和抗体 但是呢 一百个抗体里面 大概只有一两个 这个效率呢 还是很低的 那为了提高这个效率 我们采用了一种 类似钓鱼的方法 把病毒的S蛋白 作为这个鱼饵 接到这个磁珠上 然后用一块磁铁一吸 这样可以钓出 能与S蛋白结合的G1B细胞 就大大提高了效率 这是抗体的中和曲线 横轴是抗体浓度 纵轴是被中和的细胞树的百分数 这个半抑制浓度 IC50是中和细胞树的浓度 达到50%的值 那你看我们这个368-2 最靠左边这个蓝色的 它比我们其他的抗体 和其他渲染小组要低 一个到两个数量级 所以它反映了 这个抗体的活性 半抑制浓度越低 活性越高 我们需要的剂量越小 这个抗体就越有效 大家也许知道 特朗普注射了8克 暂时员公司生产的中和抗体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剂量 之后他们说2.4克也有同样的效果 而普通癌症抗体治疗呢 只需要0.2克 如果是2.4克的剂量的话 药厂很难满足全球的需要 而且普通患者也负担不起 所以我们特别需要 更有效的中和抗体 以降低剂量 中国科学家率先建立了 人员的ACE2小鼠模型 来助力新冠药物的研制 我们先用新冠病毒 在时间零点感染小鼠 再注射我们的308-2 绿线代表治疗组的结果 蓝色代表对照组 我们注射一种不相干的抗体 那五天以后呢 大家看那个小鼠的肺部的病毒含量 五天以后 如果是对照组的话很高 治疗组呢 降低了2500倍 这说明我们找到的中和抗体 在这个剂量下 每公斤20mg 表现出很好的治疗效果 后来我们又发现 当这个剂量降到10毫克每公斤 还有5毫克每公斤的时候 仍然有效 这个红线呢 是代表预防组 如果在这个小鼠感染前两天 给它注射308-2的话 那么五天以后 我们在肺部测不到病毒 所以我们的动物实验证明 我们找到的中国抗体 有显著的治疗和预防效果 可谓一箭双雕 那最后呢 我想讲一讲中国抗体的配对 308-2呢 是蓝色的 另外一个抗体 我们找到的604是黄色的 它们的冷冻电竞 告诉我们呢 它们在红色的这RBD上的结合呢 结合位置完全不重合 所以呢 S蛋白上的三个RBD 每个分别与一个308-2和一个604结合 完全阻断病毒 S蛋白与ACE2的结合 那如果病毒在RBD区域发生突变的话 导致 这S蛋白和这个抗体的结合力的变化 一个抗体比如说368-2也许会失效 但是两个抗体同时失效的几率呢 非常之低 因此中俄抗体配对呢 可以避免免疫逃逸 这个方法呢 在中原公司呢 是率先采用的 那这里我给大家看我们最新的结果 单独使用308-2 半一致浓度在起初呢很低 但是两天以后呢 就大幅上升了 这说明呢 中国抗体308-2开始失效 为什么呢 这就是达尔文讲的 适者生存的进化过程 在308-2抗体存在的时候 病毒的进化压力啊 促使了它突变的发生 因此产生对308-2的抗效性 同样呢 如果光是604的话 也是它的半一致浓度 随时间上升 而当我们把两个抗体 同时使用的时候 半一致浓度不再随时间变化 我们成功地避免了免疫逃逸 所以高效抗体配对 才是新药良方 这是全世界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中核抗体 因为现在国内病人很少 我们的中核抗体有赖于国际合作 我们的临床试验 这下面这个 正在澳大利亚 美国和巴西进行 让我总结一下 高通量单个B细胞VDJ测序 使我们可以快速精准地筛出 很多优质的中核抗体 冷冻电竞显示 有良好中核活性的抗体 与新冠病毒S蛋白上的RBD结合 而我们高活性的中核抗体 则与三个RBD全部结合 我们找到的结合位点上 完全不重合的两个中核抗体 相配对以后可以有效地抑制 免疫逃逸 我们的动物实验证明 中核抗体在低级量下 对新冠肺炎也有显著的治疗效果 去年 为了博斥美国学界的反华浪潮 我写了一篇题为 《疾病没有国界》 科研以应如是的文章 新冠疫情的发展 活生生地证明了我的观点 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但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科学 唯有科学 才能使人类免于灾难 作为一个中国的科学家 我希望 我们的新冠特效药 能够汇集全球 这是我们的担当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船 大船